小的一直等到星辰殿堂关闭 也没见四位出来 询问旁人才得知 他们 他们 说 他们被盗杀了 我定要将他剁成肉泥喂狗 祖老 秦红卓求见 说有关于盗的消息 让他进来 五祖老 我已掌握盗的真实身份 如果是真的 我五家必定会重赏你 重赏倒是不必 在下只希望五家 能将他千斗万剐 你也和他有仇 这事 你来说吧 道是星辰学院的学子 这名道陵 他夺我宝物 我不甘心放过他 一路尾随 亲眼见到 他为了抢夺星辰神叶 杀死了清一妃师兄 而后又出手 杀了五郡明少爷 他 道陵 他真的叫道陵 亲者万雀 他家在哪儿 父母叫什么 我只知道 他来自青山镇 是一个穷小子 至于父母 并不清楚 这小子狡诈狠毒 但他拿到了星辰神叶 所以象山肯定会庇护他 我秦家势力 不抵星辰许愿 还望五家为我们做主 若是能杀了他 我秦家愿为五家安歼马后 我引起使主人的对手 主人在拿他试招 望谷秘书踏天脚 你说什么 听闻曾经稻族 被武家逼迫风族 武家截略了道族不少宝物 没想到踏天脚也在其中 武家 我要向武家讨回宫道 未来势力为我们第一战 不过如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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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儿 不不足夸 不 我是武家最强的王铁 不可能输 别急着谢我 好好体验体验吧 王铁流逝的感觉 不 我的王铁 不可能 无耻之徒 死有余辜 秦灵 你真敢杀我 就不怕被父皇知道 少的自动来压我 何况父皇也不过为了一个死人治我的罪 原神出鞘 你还愣着做什么 帮我回到他的身体 我长虎那个蠢 竟然连这么个小子都打不过 呸 什么王铁 你 你敢对我动手 就是以大前皇朝为敌 父皇绝不会放过你 你刚才还说 仁皇不会为了一个死人治罪 你是我们皇族内斗 自然另当别论 我救过你两次命 我可以给你几品到妻 不品丹药 秦灵 杀人 我的好妹妹 你的品位真是越来越低俗了 竟然和这种粗鄙的野男人混在一起 真是丢我们皇族的脸 哼 我可不像你 堂堂皇女 竟然盗贴武家 自将身份 小皇女殿下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我武家在玄域可也有一席之地 武家人果然都一个模样 目中无人 嚣张跋扈 你就是道 好大的口气 我该说你无知呢 还是不怕死 无知 吴雨昕 吴俊明 武连都已经死在我的手里 下一个 就轮到你 好 好 杀得好 我们武家崇尚强者为王 他们实力不济 死不足惜 传闻说他性格张狂乖僻 要我看 就是个神经病 这是我武家克卿令牌 如果你愿意追随我 追杀一事 我可以做主 让家族取消 就凭你 怎么 我可是年轻一辈最强的王帝 要保个下人又有何难 小火神奴 为神魂为火 能尽万物 烈火 请站父 离аешь 可不然 astronom敬 一下 NOT 恢复 逢 吴夫 总 有 留下 荒 其他 ths 原兵 又被小富婆救了一次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报答她了 等她修炼结束了再说 我正好从武林那里 得到了万寿堂 先把精神第三转变了 成了 她怎么了 小富婆 这么久不见 一见面就动手 不见到她 你竟然这么大口气自诩为道 我就来试试你有多少精量 松手 你认识我就松手 放了我 我那星辰大河得到的银色兽皮 跟你交换 那里面可有大神童 每次见到她 境界都有肥鱼 到底怎么修炼的 parl Arri天下 Terra 广窄的灵看